所以这里所讲这个像啊 它是表什么呢 表一切罪障消灭之德 这就告诉我们什么呢 灭罪最殊胜的方法就是弘法立生 大家看一下每一个宗教的创始人 哪一个不是弘法立生的 灭罪要弘法立生 就一定要怎么呢 深入经账啊 自己要下功夫啊 自己要钻研要学习要落实啊 才能够讲得让听众听得生欢喜心啊 所以讲堂里面 通过经教得到利益最大的 是那个讲经的人 他可以得到七分的利益 听的人呢只能够听到三分 得到三分的利益 那假如听的时候不认真 没有恭敬心 他听的利益 那恐怕就还不到三分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啊 一定要呢 护持鼓励年轻的法师 出来讲经 讲经好啊 真的我们这个头脑一定要天天用 为什么一些人到八九十岁就会得老年痴呆症 他不用他的头脑就会产生问题 所以我们呢要么就念佛 要么就读经 要么就听经 要么就讲经 那这样子头脑一直在运动 一直在呢 修集善因 就不会有这个痴呆症的现象产生 众人年龄再大 头脑非常清楚 所以呢 这个念佛 对我们身体健康有好处 讲经听经拜佛 不过对我们身体有好处 大家看到这个 贤功劳上那个光点 你看他老人家一百一十二岁 身体好不好 大家没想过自己 如果也达到一百一十二岁 你的健康能不能够跟他一样的 有人就笑了一下 哎呀算了吧 不要活那么久 活那么久啊 累呀 那他老人家为什么活那么久呢 他本来没有想活那么久的 所以阿弥陀佛怎么样呢 一而再再三的 挽留他嘛 他这个念佛功夫好 做得太棒了 阿弥陀佛就希望 这个世界呢 有一个人表法 念佛怎么个念法 让大家看到 听到 他也听佛的这个指示 注释 一百一十二岁 表法 功德无量 下面 菩萨至心听法 至心说法 这个也是我们现代 发心要弘法立身的人 要记住的 你看听经 要怎么听呢 至心听法 讲经呢 至心说法 以最真诚恭敬的心 来听经文法 来呢 演说经教 能够这样子做 果报是什么 下面就说了 坏生死诸果旧 坏就是破坏 把生死 把种种的过失 旧 旧就是错误 换个说法 把我们的种种生死 不善的业 不善的罪过 都化解了 都消除了 这都是弘法立身 所感得的好像 那么好像之一呢 就是这里所讲的 路亡算相 最后一句 喜闻法 固得路亡破相 这个破 他的本意 就是腿上面的后颈骨 颈呢 是指的小腿 所以喜欢听经文法的人 他这个腿呢 非常健康 他的腿呢 非常利索 其实学中医的人都知道 人老 先从哪里开始牢起 从哪里 脚啊 所以你要多动 不能一直坐着 多动 绕佛很好 在那里绕佛 或者是拜佛 很好 这是第八种项 我们再来看第九种项 说明 请不吝点赞